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博乐 我是陈辉博 那今天的时间来到了7月15号 台育股市今天一样持续的上涨 大盘今天上涨了83点 那台子期货今天部分上涨了89点 比较暗 没关系 我想这一次外吃几乎是吃了蹭头铁的心 它就是要一路往上拉 这是今天7月15号 也就微博上节目之前 到今天为止 2016年7月15号今天 这是期货契约 在台子期货部分 这是外资的部分 你会发现 到目前为止 今天哦 外资持续买超2500口 所以它累积的一个未平仓口数 已经到了71483口了 那几乎是吃了蹭头铁的心 就是要把这个盘拉上去 拉上去 然后让一些散户 让一些投资朋友 觉得说 这个盘好像真的要涨了 等这些投资朋友 开始进场了 等散户开始在这边转买 买超股票或者去买股票的时候 外资它才有出货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包括今天的成交量 都已经开始突破1000亿了 那这盘市到底会涨到哪里 等一下微博会做一个说明 在节目一开始 这一波台北股市 今天已经占上了8900了嘛 对不对 那我相信各位 你今天打开电视机 从早看到晚 应该是很多人都大赚嘛 很多老师会跟各位讲 这边要赶快买啊 然后大赚钱啊 怎么样啊 这次微博做节目 我希望把最真实的一面 以及我们的一个操作的部分 诚实 真诚 跟各位来做一个报告 赚钱就是赚钱 赔钱就是赔钱 那这边微博要跟会员 尤其是跟期货会员的一个部分 说声抱歉 今天微博没有带各位赚钱 那今天的部分 甚至我们有出现停损 我让各位同事朋友 知道这一通讯息 这是微博今天尾盘 发给期货会员的讯息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今天我们有做停损 那跟会员抱歉 再一次抱歉 今天早上微博有带会员操作 但是这一笔操作 让会员停损了20点 因为这一波到目前为止 我们是采当冲的一个策略 当天的一个操作 那今天的部分 我们执行了一个停损 20点的部分 然后在后面 就是接近尾盘的时候 大概在12点多的时候 我们有在做第二次的操作 那这第二次的操作 因为其实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其实 后来的空间都不大啦 所以第二次的操作 只能赚回 这不算赚啦 其实这不算赚啦 那所以今天 并没有把停损的20点赚回来 没有办法反败为胜 那这部分的话 微博在这边 跟会员做一下抱歉 我想做节目的同时 必须很真实的 很诚实的跟各位做报告 也就是微博的一个操作 不见得每一次都会赚钱 那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停损呢 我把讯息给各位看一下 大致上交代一下 让各位知道一下 这是今天7月15号 早上的时候开盘的位置点 各位今天台子期开盘 其实大概开在8849附近左右啦 那今天的最大压力 我们原本计算出来 大概是在8881 所以我请会员挂在8885去放空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一笔单后来的确过去了 因为今天台子期 涨到了8900多点 那过了8905点 那我们就必须执行停损动作 所以今天在早盘的这一笔单 是停损20点的部分 那后来 后来有在做第二次 那第二次的目的是 希望把今天亏损的部分 把它撞回来 但是因为没办法 实在是空间不大 今天后面的空间 无论是多还是空 还是空间不大 那今天因为涨上来过程当中 我们后来在8915这边 放空一笔 8915这边放空一笔 后来 来到尾盘的时候 我们把8915的 因为没空间 所以我们试驾回补 这试驾回补 回补点位大概是在8910 8910左右上下这个位置点 8909 8911 8910这个位置点 所以基本上这一笔 也是没什么赚 也没什么赚 8915空嘛 8910补也没什么赚 所以总和下来 今天的操作 还是没有办法赚钱 因为我们这一笔 是停损20点的 所以这部分 还是跟会员抱歉 我们每一次的操作 基本上是希望 可以让会员赚钱 但是 难免会出现 判断错误的一个状况 那基本上在所有的判断里面 我会把风险控制在最小 比如说我们先以棋子来讲好了 棋子如果一旦做错的话 20点我就要走了 我不能让损失无限的扩大 只要我可以把风险控制在最小 那下一次我就有机会把它赚回来 甚至超过我们所亏损的20点 甚至赚大钱 所以 我在同时 微博在做节目的时候 我之所以拿出今天提损来跟各位做报告 我是希望建立各位一个正确的观念 金融操作无论是在期货 无论是在股票 你不可能说永远都赚 我要跟各位讲 停损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停损还是设停利 我再次跟各位说明一下 所有操作都有一个依据 如果没有一个依据 我们讲期货 你的停损不可能只控制在20点之内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假设好了 今天开盘 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大盘 期货都一样 因为今天是开平后来走高的 我们是挂高空 后来又被往上高 所以停损对不对 好 那今天如果你在找盘 做空 拉上去 各位 今天盘中一度涨100点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你必须把你的风险控制在最低 所以我一直强调 要有一个操作依据的主要目的在这地方 不管是期质 还是股票 都必须要同样的一个方式 我举个股票例子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微博带会员各股部分 我们是做放空的操作 包括放空红杰科 放空那个可乘 放空 包括之前的大力光 这是在7月12号那一天 7月12号那一天 好 7月12号那一天的时候 我们把3008大力光 因为博日指标向上 所以试价回补 好 回补的时间点 9点04分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点是在一开盘 微博看到 当天开盘状况 然后我就赶快发信息 通知会员 你要赶快补掉 那你会看今天大力光 非常强势 这个盘是 在外资 拉抬台股 外资要拉台股 就是大力光跟台积电 对不对 台积电持续的创高的过程当中 把台股持续往上拉 对不对 好 那今天大力光更强 今天大力光甚至来到了掌停板 如果微博在7月12号这一天 7月12号是这一天 好 那就是大概是这个位置点 我把它放大一下 当天的大力光开盘是开这个位置点 收盘收这边 好 当天开盘的位置点是在 3015 好 那微博带会员补的话 我们大约补在3030 好 因为我们是发出 发出讯息已经到904分了 所以已经到3030点了 然后请问各位 如果那一天微博没有回补的话 怎么办 3430点 硬生生再被嘎400点 所以 我要强调就是 为什么操作要有一个依据 当你有依据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做应变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行情目前在涨 那什么时候结束你知道吗 现在很多人看到这个盘市涨 成价量今天已经突破1000亿了 外资持续买超 那你在这边觉得说 啊这个地方 外资现在只是拉上去 我跟你讲 外资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把盘市拉拉拉拉 拉到你跳进去买 拉到你受不了了 拉到你现在打开电视机 每个人都在讲多了 然后你跳进去买 他才可以到货给你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 要有依据 就比如说大力光好了 大力光当天的博热指标转为向上 如果我们不知道 他已经从空又转多了 对不对 因为在12号之前 我们当时候放空的时候 是放空大力光啊 结果他转多这一天 7月10号的一开盘 一开盘在这个位置点嘛 因为我们是在9点钟的时候 就知道说要回补了嘛 对不对 好那如果一开盘你不去补 那到现在价差超过400点啊 跟我意思吗 包括我们每一单股票操作 几乎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好了 这是7月14号 我们把8086红杰科 在55块半左右 这边回补掉了 好各位 这是8086红杰科 今天的红杰科已经来到58块半了 各位 如果微博没有把红杰科补掉 那今天已经来到哪里 已经来到58块半了 你会发现我们在竞跟初 无论是我们要操作 比如说不管是做多还是放空 不管是期货要下单 要做多还是放空 你都有一个准则 当时候我们放空红杰科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博热指标向下嘛 对不对 好我给各位看好了啦 这样会比较清楚 这是红杰科 这是红杰科的博热指标 之前红杰科 为什么出现下跌 因为红杰科下跌的原因 是因为博热指标向下 当时候我们请会员 做放空的主要原因 也是因为博热指标向下 所以才去做放空嘛 对不对 好空了之后 因为博热指标持续向下 它下来 但是为什么微博要在这边 把红杰科补掉 也就是 55块半到55.6地方 因为博热指标已经拿到低档啦 我们可以拉近看一下 这是前两天的红杰科 动能线9 趋势线是7 请问是不是已经从原本的高档 跌跌跌跌跌跌跌到低档了 所以我们当然就把它补掉啦 补掉 如果未来假设要在空的话 等之后的机会再说嘛 因为目前的博热指标 如果一旦转上 它是有机会反弹的 那反弹到什么程度 你就完全看博热指标 因为我之前跟各位说过了 我说 博热指标向上的股票 它有机会往上涨 但是博热指标向下股票 你要暂时避开 这也就是 这波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硬拉 我给各位看台股的 看棋子的好了 因为指数主要是在讲 棋货的部分嘛 这是到今天为止 7月15号 好 各位 这一波为什么持续往上拉 因为博热指标 从原本的向下又再度转上 所以这一波持续往上涨 一直到今天嘛 到今天为止 博热指标还是在向上嘛 那因为博热指标 是向上的关系 所以这一波一直涨嘛 但是各位同志朋友 这才是微博 接下来要提醒各位的了 我把今天给会员的低通讯息 让各位看一下 这是今天7月15号 9点12分 发给全体会员的解盘 好 这一波在美股持续上涨的带动下 台股它维持一个开高 跟维持一个涨势 目的是外资 它的推升 外资推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 各位 为了出货 现在有很多投资朋友 在问微博说 那这一波到底它会涨到哪里去 我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这一波台北股市 只要到博热指标向下那一天 就可以确认涨完 那目前为止还没有 所以目前为止因为日线不日纸标都还是向上 所以本波的高点没有办法测量 因为这个部分 我说一句真的啦 要看各位什么时候开始敢买股票 台北股市现阶段外资手上都是股票 包括期货有七万多口 它现在是苦恼啊 我这盘如果不拉的话 你们根本不进场 对不对 你们不进场 它怎么出货 这也就是微博今天要提醒各位的哦 各位都是朋友 股票市场上面永远是这八个字 盛级而衰 脾级太来 什么意思 每一次台北股市 都是把成交量拉到千亿以上 每次都是在一千亿 滚量到一千两百亿 滚量到一千四百亿 这个盘就挂掉 各位还记不记得 去年的四月底 五月初的时候台北股市 一路闯到一万点 当闯关闯超过一万点的时候 全国欢腾 包括券商 开香槟庆祝 各位 你去回想一下当时候的情况 台北股市上万点耶 那个时候的成交量 从一千亿 滚量到一千四百亿 滚量到一千六百亿 结果呢 现在我需要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 升级而转 脾气太来 也就是说 摆明的这个盘市 现在外资就是要持续一直往上拉了 它要拉到成交量持续破千亿 让你们都认为这个盘要涨 你们才会去买股票 微博提出来是希望各位去思考一下 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明明不认指标是向上 我却测标打风险这两个字 那很多人现在会怀疑说 是不是就一路往上了 那我跟各位讲 等一下微博会跟各位讲 这个盘市 什么样的状况才有可能会结束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微博会拿出过去的一个历史经验 来跟各位讲说 这个盘市 如果要结束 它会出现什么征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勇敢面对客户 最后参见022-2752-5868 2752-5868 成都的古陈老师 特别争取降低门槛55折 特别争取降低门槛55折 最后参见022-2752-5868 2752-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不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力气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音乐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这个盘到底它会涨到哪里 其实我没有办法给各位一个预测的数字 因为行情一定是在最乐观的时候 一定是在成交量爆量的时候 它会结束 所以第一个你要密切注意成交量 不要看到成交量突然的爆量 你就兴奋 我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每一次台北股市的高点都是在爆量结束 这一点微博先提醒各位 第二个讯号叫做博瑞指标向下 刚才给各位看到这一通讯息里面有特别说明 我说因为这一波它持续上涨 主要原因是在美股带动跟外资的一个买进推升 只要日线博瑞指标是向上 这一波高点没有办法测量 你就是往上看 目前为止到现在为止的博瑞指标都是向上 所以这一波一直往上涨 好 但是 这个地方再涨 都是什么 都是属于高风险区的 微博并非说这个地方不能做多 只是 每一次只要来到博瑞指标高档的位置点 你所操作的过程当中 你应该把风险摆在第一位 这是微博节目 一直要提醒各位的这一点 你可以做多 你可以选择做多股票 但是记得赚了钱你要懂得要卖 懂我意思吗 那这个盘它会结束在什么时候 这栋讯息里面有写 虽然高点没有办法做预测 但是日线向下 它才是掌丸的讯号 什么意思 各位很简单啦 现在微博的测票都打风险对不对 原因是因为博瑞指标它是向上 它目前不是向下 但是因为它在高档 所以我写风险提醒各位 但是如果哪一天微博的博瑞指标写向下 那代表什么 代表这一波它就结束了 过去历史经验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哦 微博举例给各位看好了 我把之前在高档博瑞指标向下的传承稿 拿出来给各位看 这是105年3月24号的时候 当时候是在8700点左右 3月24号什么时候 给各位看一下 3月24号是 这一天 105年3月24号 当天收8743 没有错对不对 来看一下 105年3月4号 3月24号 当天收8743 那一天出现什么状况 那一天是一波行情里面出现 博瑞指标向下 所以各位你有没有看 3月24号之前都是上涨 但是3月24号之后呢 哇这个就跌很惨对不对 现在是同样意思 现在博瑞指标还没有向下 所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跌 同样的哦 每一次都这样子哦 来各位你再来看哦 我把在更早之前 这是104年去年的11月6号 好去年11月6号 8693点 好去年11月6号什么时候 来我们把去年11月6号找出来给各位 这一天 这一天 去年的11月6号 8693 没错啊 我们来对一下 这是去年的11月6号 8693没错啊 好 当时候也是出现了一波行情 但是当天也出现一个状况 叫博瑞指标 转为向下 来各位你看哦 上涨了一波 结果这一天也出现向下 就跟这个3月24号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当博瑞指标 转为向下了 台股 涨势 它就有可能会结束了 每一次都这样子吗 来 这个就是去年5月5号的时候 当时候的点数在9820点 好 我不晓得各位忘记了 我非常非常非常清楚 5月5号 这一天 好 各位还记不记得 当时候横盘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爆量 爆量 有没有 我说爆量要小心嘛 当时候上1万点的时候 是1434亿的量 当时候上1万点的时候 是1649亿的量 然后呢 1300亿 之后量就收下来了 然后5月5号这一天 这一天5月5号是 收在9820点 没有错哦 5月5号收在9820点 很遗憾 那一天出现了一个状况 叫博瑞指标向下 所以当博瑞指标向下的时候 各位都说没有 这个才是恐怖的地方啊 当然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 每一次 这个都是过去微博 传给会员的一个传声稿内容 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 这一波你在操作 目前为止在操作过程当中 你目前在网上的操作过程当中 第一个 你要注意台股 什么时候爆量 爆量你反而要小心哦 第二个 什么时候博瑞指标向下 微博再次跟各位提醒 在股票市场里面 盛急而衰 匹急太来 还永远是一个循环 当每次大家都看好的时候 就是开始要衰退的时候 当大家都看坏的时候 就是表示要反转好转的时候 现在外资 他一直在买进 其武难下 他只能自己把这个盘式拉上去 把成交量拉上来 然后让很多投资人 认为说这个盘式 哇已经来了 各位不要忘记了 现在有很多股票 都已经开始来到高档区了 要买股票 一定要注意到他的股价 是不是属于合理的位置点 绝对不要心动手痒 看到涨 绝对不要看到他涨的时候 人家叫你去买 你就跳进去买 买股票要利用拉回 所以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不管是棋子还是股票 还是说你想学习博瑞指标的 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降低门槛的方案 那配对应目前的行情结构 因为目前的行情 我跟各位讲不好操作 所以我们持续地进行这个专案 如果有意愿的投资朋友 可以拿起电话 跟微博来做一个联络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控制风险 创造安全获利 陈老师以期货多工地形操作 个股波段操作 用指标实现人生目标 陈老师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最后再见 022-2752-5868 2752-5868 城东特护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逐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城东特护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过力 无往无利 城东特护值得托付 02752-5868 北都PiPiNet超值优惠 双小炮 新时代光纤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 加一年 再送数位有限电视 三个月 多人多鸡 同步无限上网 全家吃大宝